嗯,将一首神曲送给大家,希望大家能喜欢,然后接到留言评论,加转发兄弟的意义 兄弟,出好了是水浒转,出不好就是上台滩 闺蜜,玩好了就是小时带,玩不好就是真蚊转 人都长了一颗喉咙喉的心,却活在水浒的世界里 将交一群三国里的同于兄弟,却总是遇到行游戏里的妖魔鬼怪 常语说的好,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 这是很多男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其实他们不明白,你认识的人多,有几个能帮你的呢 什么是牛逼,牛逼的不是你认识多少人 而是在你困难的时候,有多少人认识你 在你困难需要钱的时候,能拿出二百的是邻居 能拿出两千的是朋友,能拿出五千的是知情 能拿出两万的,不一定还是你的远房亲戚 对于兄弟,对你友谊,又上了一句真理 成天是这一块儿在一块儿的,关键时刻不一定能帮你 锦上添花不一定是真情意,雪中送炭才是最何贵的 糟棚教的是质量,而不是数量 土豆拉一车,不如夜明珠一颗 狐鹏狗有一帮,不如知己两三个 我有一个苹果,分一半给你,这是友情 我咬成一口,送起全给你,这是爱情 我一点儿没吃,全给你,这是父母 我把苹果藏起来,告诉你我也饿 这是社会 一个男人只有穷一点,才知道哪个女人真正爱他 一个女人只有宠一次,才知道哪个男人最不会离开他 人只有落魄一次,才知道谁是最真的,谁是最在乎你的 陪伴,不是因为你有钱,我才遵随 真心,不是因为你美丽,你漂亮,我才关注 时间留下的不是财富,不是美丽,也不是漂亮 是真心,真情,真意 感谢曾经帮助过我的 那些大哥,大姐,叔叔,阿姨,婶子,大娘们 你们辛苦了